真正修文 感應就會很多 你像這個家裡一般 這些衛生小蟲 在國外也是一樣的 螞蟻 蚊蟲 蒼蠅 蟑螂 老鼠 走到全世界就都有 我們修佛人可以跟他們和平共處 互不干擾 都能溝通嘛 這些動物能溝通 豬也一樣 在國外大概每一家都有院子 外國人院子裡邊都種花 在中國人的院子都種菜 所以你到外國看到這個院子是種菜的 你曉得他一定是中國人 是中國人喜歡種菜 隨著是連這些植物都能夠處得很好 所以我們的大菜園 我們放佛號給樹木畫掃聽 隨著長得很好 非常豐盛的 我們的菜拿到市場 賣菜的人看到 你們從哪來的 比我們這個菜好 因為種的太多了 所以每一個信徒的時候 到道場來都會帶一包菜回去 都是自己種的 而且同修們也都很發心 常常到菜園裡面來 照顧這些素菜水果 好 現在時間到了 也正好 今天的問題答完了 很快 這是很快的 在日本人的大學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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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诸位法师 诸位同学 大家好 今天有48个提问 我们按照顺序来解答 首先是中国同修的提问 第一个问题是 请问 唯一消除业障 松地藏经 可以同时做进宗功课吗 可以 不但可以 一定要做进宗功课 这样子才好 你业障消除啊 就要求神进度 第二个问题是 第二个问题是 应如何超渡 水中溺死的亡灵 跟一般超渡的方式相同就可以了 这个超渡亡灵 最重要的 是要心地真诚 这个古人讲的 一分沉浸 在得一分利益 对人 对佛菩萨 对鬼神 都是相同的 最重要的是 真诚性 就能够起感应道教的作用 第三个问题 做三十悉念 松地藏经 定如何回想 可以 满足超渡家亲眷属 使他们不再扰乱家人 鬼神跟人呢 在信心上讲都差不多 人 需要人尊重我们 尊敬 鬼神也不例外 所以平时 我们对鬼神真正有恭敬性 那你的超渡效果就很殊胜 如果是敷衍色则没有恭敬性 纵然 这个仪归做得很好 效果也不会太大 这一点必须要知道 对鬼神的尊敬性 是在平常养成 肯定鬼神是真有 不是没有 那么鬼神 这是六道终身之一 所以我们在人世间寿命很短 说不定来生就踏踏了一道去 这是很难讲的 所以一切恭敬 非常有道理 第四个问题 家里尝试播放念佛机 必有许多众生一起念佛 如本人往生后 子生不播放念佛机 这些众生怎么办 你的子孙不播放呢 哪个地方有播放呢 他就到别人家去了 这是肯定的 就是你家里供养 他在你家照顾 实在讲 他跟你们在一起念佛了 也是家里面的活法人 那你们不供养的时候 他就到别人家去了 或者到其他道场去了 第五个问题 就是佛灭度之后 极乐世界 以及在里面修行的大众 是否还在 这是说哪一个佛灭度佛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灭度了 然后观世音菩萨在那边就成佛了 这观世音成佛灭度之后 大师之接着就成佛了 所以那个佛世界永远有佛 你要问为什么 那就是学佛的人太多了 没有一个不是学佛的 而且是真学佛 不是假学佛 假学佛的 没有那么大的感应 凡是往生极乐世界 都是真的 不是假的 我们明白这个道理 就要很认真 如果我们不是真念佛 真求生极乐世界 念佛也不能往生 这从前李老师跟我们讲的很多 他是讲台中联社 联社是他传办的 这是联社的同修 一万个念佛的人 真正能往生的 只有念三个 为什么是这样的 世民放不下 那这个非常重要